台南市议长李全教胜入了正副议长汇权案 昨天是遭到地监署起诉 下午移送到地方法院 何怡婷经过了三个小时的审理 裁定李全教是1500万元交保 并且限制出境 晚间李全教获释之后呢 面对媒体他大声喊冤 而且还呼吁赖清德药放下仇恨 在掌声中部署法院 台南市议长李全教面带微笑 向守在外头的大批群众挥手致意 快两个月没见面 李全教跟爸爸妈妈眼眶带泪 依依拥抱 在支持民众围绕下吃猪脚面线 还跨精炉去去煤气 因为涉嫌会选 李全教被羁押近见快两个月 二号上午 检方依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 正式起诉李全教等八名被告 下午立刻移送何议庭 为了确保日后审判执行 程序进行分别预知 被告李全教准引新台币 1500万元交保 经济加并限制出境 出汗前限制住居 罚警用点抄机 仔细点收交保金 获释后重见天日 李全教把握机会 为自己喊冤 没有任何的证据 我涉及任何的不法会选 都是 我对立的政党 相关人员 对我的检举 都抹黑 民进党也好 拉清地市党也好 抛下你心中的怨 心中的恨 那我们也希望 接下去地方法院 也能够勇敢 来办此重大案件 案件没有厘清之前 我不会进入议会 没有判决 就不进议会 立促会选案 尽早审判 李全教的未来 外界高度关注 UDNTV曹复年政会人 黄宣汉邱军艳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